怎么就突然回家了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 假装开始营业 哈喽朋友们 我今天呢 就是要分享一个 双十厘之前的开箱 但是开始之前 我要先去拿一个货 是我给通哥年准备的一个礼物 您可以先猜一下 是什么东西 等到下班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现在开着我小蚂蚁出发 我好久没有摸车了 我手有点生 能听得出来 导航的声音吗 是我自己用方言 安全到达 那到达车机越来越成熟了 好 我们去拿东西 来了来了 你表演一下 就是说话来说话来说话 我面歌 好 活着回来吧 活着回来吧 no 怎么就突然回家了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 先前面给它准备好了 Hello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全网是不是只有我一个 在双十一之前 各种买买买 身后这一堆呢 就是我近期的战利品 你们就说 是不是双十一之前的开箱更爽 大家一起查缺补漏 还有你们想要在双十一回购的东西 可以打在弹幕里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开箱吧 假装开始营业 所以你们有没有拆蛋 我买的是我东西送了通哥 因为最近他就是一直念叨 想换一个小巧一点方便的手机 然后呢我就说要不要换13mm 然后他还挺喜欢的 所以我今天偷偷买了没有告诉他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 之前不是有一个塑料膜吗 现在没有塑料膜了吗 我们从这里撕开 好开心 好快乐 黑色的 好小 里面是这样子的 也是没有充电器的那个投入的 越来越抠了真的是 我们来撕开 哇 真的 我都想要了 就真的拿在手里 像一个玩具一样 就是让你感觉玩手机毫无负担 你知道吗 开机 开机 你好 哈喽 太小了 好迷你啊 哇 这个踹外套里就感觉好方便 又那么轻那么小 怎么样给他这个惊喜呢 我把它喊过来 我把它藏在里边 聊聊聊 w 你看看 我给你买了什么东西 这里边 你 和睁的一套内璞 然后这个是 我宝宝买的一个 玻璃的小衣服 这种珊瑚融的 飞水叫传珊瑚他他登被子了 你这么快啊 啥时候买的 我下午就买的 哇靠 可能吧 这么快嘛 怎么这么好你了嘛 这就行了 它后弄很远好不好 我就开车去的呀 天气了啊 对啊 这么厉害嘛 嗯 你得急速这么差就行了 让你开车去了 嘿Siri 嘿Siri 今天天气怎么回事 哇塞 这啥呀 我惊呆了 这里面居然是一筐 Beauty Blender 我的妈呀 哦是各种星座的 一共是12颗 哇塞 上面有印的这个星座的图案 不过我也不是很认识这些图案 这也太爽了 这个Beauty Blender是真的好用 但它也是真的贵 我拿出半个让我的姐妹拥有 把收到指示打在公屏上 洗手拆 哦这是我买的袜子 每年都要买很多袜子 因为这里东西是消耗品 都是非常适合秋冬穿的 这种长筒一点的袜子 这样可以把秋裤牢牢的绑在里面 一双绿色的 脚怕冷的同学 我非常推荐这种毛巾加厚的这种 边有一些毛圈就在脚底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冬天的鞋 大部分都是蛮不透气的 很厚很闷 我这种脚呢就不仅不会觉得很暖和 还会容易出汗 而且是冰凉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穿这种袜子会好很多 戴毛巾底的袜子 棉的啊 哇这个好厚啊 这是粗针的那种袜子 一双棕色的 这双也是毛巾底的 哦这个好看耶 藏蓝色的也是毛巾底的 为什么买袜子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幸福感呢 这是一双这种期盘格的一个袜子 这个棉的含量应该还可以 就是棉它那个手感 你一摸上去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色色 有一种敦实而且有一点摩擦力的感觉 哎呀好难形容 你们能盖到吗那个点 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我喜欢的CT 看看看看是我买的一个眼影盘子 超级期待这盘 终于收了一个纯哑光的CT的眼影盘 Let me see see 祈祷祈祷千万不要碎啊 耶它有做了一点点的防护 看到没有 是我超级喜欢的这种 灰调的 棕调的这种哑光色 全哑光盘 迫不及待想画起来了 本星期的眼妆 由它来承包 好细腻 好丝滑 哇哇 爱了爱了爱了 这几个都是我在拼音棋棋 还有耀里巴巴上 挖到的一些保暖内衣 是这种打底的 这个咖啡有点红咖色的那种颜色 但是我觉得摸着这个材质 不是说特别的柔软舒服 就不亲肤你知道吗 就感觉非常化工的那种材料 这还是看小红书上一个点赞量很高的 好像不太行 不能推荐 再看一下这套 我买了一个肤色的 这是一条秋裤 这套明显摸着就比刚刚那个是柔软的 感觉做工还可以 因为它是这种 这个缝是比较这种隐形的这种缝 内衣的话 这个缝线的部分还是蛮重要的 这里边撑衣服的纸板 竟然是一个一年级字体 怎么感觉有点心酸呢 现在我腿上穿的这一条 是我买到一个还挺舒服的 十几块钱 就我不喜欢那种太厚的德容 我为什么那么讨厌穿秋裤 就是因为你穿上裤子之后 那个腿太臃肿 本来腿就粗 这条有让我觉得 诶 今年冬天我是可以穿秋裤的 摸上去也是绒绒 软软的 但它没有那么厚 这一套摸上去就会更厚一点 现在很多卖的德容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德容 因为德容它是有一个成分配比的 有棉 精锣 还有什么其他的四种好像是 但现在大部分市面上卖的都是那种 锯质纤维加上安伦的 对 如果是这两种成分 它就不是真正的德容 但是穿上去确实还挺暖和的 就是如果你不太介意这个的话 也是可以选 但是要选锯质纤维的含量稍微低一点 就不要是95%以上 这种含量的一般摸上去都不太舒服 就安伦的比例稍微大一点会好 是因为我买了有四五套发现的这个规律 但是我不是专家啊 我仅供参考 攒开箱真的太难 我本来是想攒个大 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 就看到这堆快递我不拆 我啥事我都干不下去 哦 这个是一个 哦 CT的口红 我买的CT的口红好漂亮 粉粉嫩嫩的 超级优雅 我买的是Pillow Talk的 Medium版本 就是它是为 好像是为肤色稍微深一点的人 设计的一个色号 而且还变成了一个哑光色 哇 这就很粗 我必须拥有 CT 我是CT的死中粉 看上去很像 Walk of Shame那种感觉 手上刷色来一波 哦 这真的不是Walk of Shame吗 但好像比Walk of Shame要偏粉一点点 这个颜色 咋说呢 这个颜色 其实我照镜子的时候 感觉还蛮好看的 比我想象中 比在手背上看要好看 但它真的不是一个 提气色的口红 就更加气质卦 有一点欧美感觉 很像自己裸唇 并且它上嘴真的好舒服 我是觉得没有 给我很惊艳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拥有它 也是一个很适合黄皮 挺好看的一个裸色 继续嗨皮 继续拆 这小小包装 应该也是我买的彩妆吧 口红之类的 是的呢 这是 这手 还是CT的 我买了好多CT 今年新出的一些 之前没有来得及追 现在全都补上 这个呢是一个滋润款的口红 我觉得就很适合冬天来用 它是这种 你看哦 有声音对吧 拧出来是回不去的那种 耶 是我爱的焦糖色 很滋润看没有 但它饱和度也很高 我直接叠加在我这个 哑光口红上面 超润 超滑的 焦糖色系 爱了爱了爱了 这个好看 颜色很满意 但有一个缺点 这个管子拿在手里 分量很轻 就没有那种贵气的感觉 CT你怎么回事啊 不过我买的这两支都好便宜啊 感觉全网CT都在打骨折 大家喜欢的转去看一下 来来来接着拆 啊 也是CT 看得出来我是一个狂热粉丝了 这个是 Super Fabulous 我最期待的其实就是这一支 其实哑光的我使用频率会更高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哎呀 哎呀 我被视色涂骗了 我看人家用这个颜色就是很巧克力 很焦糖 但是我涂出来怎么就又像一个裸色呢 是因为我手太黑吗 最近买了好多热门色 到时候我再出合集 跟大家一起试色吧 不然今天这个视频我要拍到12点 然后这个是给宝宝买的 这个室内穿的小袜袜 因为它比较厚 宝宝的脚不会着凉 以前拿出宝宝的鞋子就觉得 啊 好小 可爱 现在好大一只 这个应该也是给宝宝买的吧 哦 也是这种室内的小鞋子 我就买了两种 哦 这个更可爱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又可以继续可爱了 是不是 哦 爱了爱了 萌萌的小宝宝一定要配一双这样的小鞋子哦 加快速度了 这个也是 给宝宝买的袜子 里面都是这种毛圈的 就是也可以穿鞋穿 也可以在家里地板上穿 这边有防滑的 厚厚的 然后去上金宝贝的时候也可以穿 可以摸得出来是棉的 还有一双蓝灰色的 我就不打开了啊 再看这个 啊 是我补货的 回购的这个睡裤 这个呢是纯棉的 这个摸上去呢就没有那种 融融的软软的暖暖的感觉 这个就是比较透气到还蛮厚实的 也能再穿几天吧 再室内穿几天 这个就会更适合稍微冷一点 因为它有一点点磨毛的感觉 我喜欢这个咖啡色 咖啡的哥哥 这次我买的 这次我买的号比较大 因为这种纯棉的 洗完之后会有一点缩水 然后这个呢是收口的 就去什么卫生间啥子 比较方便 我看这格子对齐了嘛 没有对齐 没有对得很齐这个格子 哎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真的是很便宜了 二十几块钱 反正税库也是一个消耗品 穿久了之后 都会旧旧的 然后会祈求什么的 这个箱子被挤得怪惨的 哎 哦哦 是我买的洗发水 你知道这洗发水 我是怎么种草的嘛 我之前不是出差嘛 然后住那个酒店 那酒店用的就是这个洗发水 我当时用完就种草了 我就抓紧时间看一下 它那个成分表 一看成分表还可以 然后上网一查 居然某书上就有很多人推荐 就是那种自来水的种草 不是那种推广什么的 就都觉得这个好用 就用完之后回来 都去搜去买这个 这个品牌呢 就是专门给酒店做这种产品 然后他们家主打的 就是个天然精油 里面是不加香精的啊 不加香精 它的那个味道 完全是它里面添加的那个 天竹葵精油 甜橙精油和佛手干精油 因为我当时用 我觉得这个味道 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就是一点都不冲鼻子 然后是有点柑橘掉掉 植物 真的就是植物清香的感觉 它的喜感让我非常喜欢 不然也不会立马种草 就很舒服 然后也不会觉得特别干 然后也不会觉得嫁滑什么的 能够达到100块以上的 洗发水的那种喜感 但这个只要就几十块钱 然后还是这种大包装 500毫升的哦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这个 沐浴露 沐浴 哦这个是沐浴露 这个是洗发水 买了一套 这一套还不到100块钱 这种东西就是让我买回来 很有成就感 就是花了很少的钱 然后买到品质好的东西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这个沐浴露也是我前几天刚买的 也是他们家的啊 我是很喜欢那个欧书丹家 那个马鞭草沐浴露 然后呢 我发现他们家也做了一个马鞭草的 然后我去扒那个成分表 看上去就是很像一个平亭 你知道吗 跟某欧的那个喜感也特别像 甚至比那个贵的成分更安全 并且这个是没有香精 也没有那种比较刺激的防腐剂体系 我带有一点药草的那种苦涩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的 但我不确定每个人都很喜欢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男生来用的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中性 绝对不是广告 大家放心 我也从来没见过哪个博主 有推荐过 智欣他们家的 这两种其实洗起来感觉差不多 反正如果你喜欢清新一点的味道 你可以选这个 如果喜欢中性一点的 小重一点的味道 可以选这个啊 马鞭草的 伊比斯是一个 也是一个酒店 对吧 伊比斯酒店专用的 这个是那个全季酒店专用的 继续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买的数据线 看到没有 我感觉像买了一串博主 因为这个是看家具博主 种草的一个 因为这种数据线 我觉得是实用的 既有装饰性 就摆在那儿 不会显得很凌乱 感觉像是个装饰品 并且呢 这种线 就晚上 因为我们床头那一堆 各种数据线 啥的 关灯了之后 你要冲个电 你要挨个摸 但是如果有了它 一摸就知道是我的那条 接着插上就能用 是不是特别实用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挺好玩的 还送了三颗备用的 这是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手机支架 大蒜爱好者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只要吃肉 我就移不开大蒜 买了一个这种 大蒜的支架 哈哈 好仿真啊 这个 看起来真的是 很逼真的一颗大蒜 正好用来配我这个紫壳的 因为它这个皮儿有点 紫皮儿蒜 配我这个壳是不是挺搭还 解放我的小拇指 让它休息一段时间 最近好累 最后我们就用这个 最大的箱子来结束 今天的开箱 感觉应该是一个PR 是个礼盒 是的 好重的礼盒呀 第一次收到旅家的产品 是一套洗头的 这个是清洁头皮的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 这个头皮复活系列的 耶 我还没见过这种洗发水呢 就里面全都是小猪猪 小泡泡 这个是发膜 这个是洗发水 头皮精华液 这个可以 感谢感谢 今天的开箱真的是收获满满 虽然有失望的产品吧 但是 大体开心啊 希望大家双十一之后的开箱 都是顺顺利利的 买到自己喜欢的 但是要理智消费哦 要有节制 知道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看得开心的话 记得 嗯嗯